焦点是细胞周期 细胞周期是由一个尖期和一个分裂期来组成 称为细胞周期 像这张投影片表示了三个细胞周期 一个尖期加上一个分裂期称为细胞周期 尖期是指两次细胞分裂之间的时期称为尖期 尖期包括了G1、S还有G2 G1期是生长期 S期是复制期 G2期是准备期 细胞周期包括了尖期还有分裂期 所谓的尖期也就是细胞的生长期 M期指的是细胞分裂期 细胞周期是由一个尖期和M期所组成 尖期占了细胞周期大部分的时间 在尖期细胞会生长 完成染色体复制 并会完成为细胞分裂的准备 尖期可以看到明显的核木和核忍 看到完整的细胞核 但是不容易观察到染色体 因为染色体散开形成染色值 在尖期染色体会完成复制 但是不容易观察到染色体 尖期也就是细胞的生长期 进行细胞的生长和之后的细胞分裂做准备 尖期包括了G1S和G2 G1期会增加细胞子中的胞气数目和物质的含量 S期是指染色体复制 G2期是准备分裂所需的各项物质 尖期是指位于两次有失分裂之间的时期称为尖期 M期是指有失分裂期 在两次M期之间的时期称为尖期 尖期包括G1S和G2 G1期是指复制前的生长期 S期是指染色体的复制期 G2期是指染色体复制后的准备期 细胞分裂期又简称叫M期 细胞分裂期包括细胞核分裂和细胞子分裂两段时期 细胞核分裂又分成前期、中期、后期、末期 立体 甲道丁表示连续分裂细胞的两个细胞周期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甲是尖期、乙是分裂期 丙是尖期、丁是分裂期 A选项正确 甲和乙属于同一个细胞周期 B选项正确 丙断结束后 DNA含量会增加一倍 因为丙是尖期、会完成染色体复制 C选项正确 染色体分裂一般是发生在丁阶段 因为丁阶段是分裂期 第一选项错误 丙和丙并不属于同一个细胞周期 甲和乙同属于一个细胞周期 丙和丁同属于一个细胞周期 B选项正确